文字幕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好朋友 歡迎來到中比五四三的直播平台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疫經小字典》 今天《疫經小字典》要來分享的是一個外國人的名字 这个是美国研究秤伟之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杜靖柯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Jack L. Do 他是出生在1930年、1995年之间 他总共活了65岁 杜靖柯他是美国西雅图人 他也是在少数研究中国秤伟之学 研究中国的汉学史 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学者 通常出生在美国或者是出生在华国的学者 他如果研究中国文学或者是研究汉文学 他通常都被叫做汉学家 这些汉学家通常也会为自己取一个中文的名字 杜靖柯也是为自己取的一个中文名字 除了杜靖柯之外 例如法国的学者像雷木砂或者是马伯勒 或者是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提到的康德摩 这个都是自己取的一些汉名 像美国的非曾经教授、白鲁巡教授、夏寒怡教授 还有谢鼠立、李安勇 这些也都是自己取的一个非常道地的中文的中国名字 那这些都是非常道地的华国人或是道地的美国人 那杜靖柯他是美国的西雅图人 然后他也是在美国的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他在那里拿到一个文学的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汉代秤伟文献的研究 所以杜靖柯这三个字应该是他自己帮自己取的汉名名字 我们先来看他的 通常我们对英国人、对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翻译 通常如果是翻译男生的话 通常是翻译成他的姓 例如说甘乃迪总统Kennedy 我们就翻成甘乃迪 这是按照他的姓来做翻译 那如果翻译成女生就按他的名字来做翻译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一向对西洋人翻译的一个方法 杜靖柯如果按照一般的翻译方式 他应该要翻成杜 为什么? 因为他的美国的名字叫杜 就是他的姓 然后他的名字叫Jack 如果按照中文的翻译方式就翻成杰克 所以杜靖柯他是按照汉人的翻译方法 把自己翻成姓杜 就是相对他的Saname多 然后他把Jack这个名字翻成靖柯 是尊靖孟柯 所以这个人中汉人造译 其实非常有学问 而且这个柯 我们中国里面有两个人都叫柯 一个是孟柯 是孟子 另外是金柯 刺秦王的柯 也是用这个柯 所以杜靖柯照字面上的意思是一个尊 非常欣赏孟子的一个外国人 他姓杜 因为他是在华盛顿大学里面拿到文学博士 后来他也在华盛顿大学的任教 他任教在华盛顿大学的历史系 1955年他获得学士学位 另外1966年他得到华盛顿大学文学博士 刚刚跟各位提到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就是汉代秦韦之学的研究 那秦韦这两个字呢 如果诞照英文呢 他通常翻成aprography 翻成这样子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 其实如果你就字面上意思 aprography这个字呢 你都去查字典 发现他是杜撰的意思 杜撰的意思 其实就蛮符合秦韦之学 通常我们都认得他是维学 也就是杜撰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杜撰科呢 特别在把他的博士论文的acrography 这个字呢 后面有加个瓜符 秦韦 按照英语来翻成秦韦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应该是在美国近代史里面 第一个拿到秦韦之学博士学位的一个文学博士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少数对秦韦之学非常有研究的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杜撰科呢 他的对中文的造语显然非常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杜撰科的一辈子当中 他一直非常专注于研究他的汉学 所以呢 他的目标呢 是希望寻找汉学里面更深刻的意义 而且杜撰科的研究主题呢 他有个特色就是他的主题都非常小 我们常常也过去呢 知道人家写论文啊 都会说小题大作 那这个杜撰科呢 他就是一个小题大作的人 也就是他研究的题目都非常小 可是呢都非常有深意 都非常有深意 那特别呢 他诠释古代中国的华丽观念 那这个呢 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 那他经常也透过一些研讨会来阐述这个中国历史的现象 他所内部所深含的这个深层结构性的含例 在他去世的时候 他后来在1995年呢 1994年的冬天呢 他被诊断出癌症 之后没有多久 他进过医疗之后呢 几个月之后呢 他在1995年的这个一月份去世 在他的去世的典礼 去世的这个祭典上 他的好朋友 斯坦普大学的一个叫DM的教授 这个DM教授呢 他特别代表他的这个朋友呢 为杜津科教授来做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战辞 他说杜津科教授一直是美国社会里面 一个通往外面世界的一个桥梁 一个渠道 他说他在那里的人缘非常好 在华盛顿大学里面 流传的校园里面 流传的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Professor Doer is anything but you 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 是说杜津科教授呢 是什么都不是 或者是什么都是 就这个人啊 如果从英文的意思来看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所以他朋友非常多 那他也可以说是说 他可以跟别人一起完成很多研究 那他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研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我后来查了这个科技部的这个博硕入门的一些研究 发现在文学研究所里面 或者在历史研究所里面 有很多的很多得力于杜教授 那在大陆的相关的汉学家呢 有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去留学的 那这些文学家大部分也都是杜津科教授的弟子 所以呢 算一算他在两岸之间呢 他的学生可能有十几个 可能有十几个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很可惜啦 他去世的时候才65岁 非常可惜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杜津科教授 是在美国文学界里面 少数对汉学非常有研究 而且在汉学研究当中啊 他就研究秤伟 这样一个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所以今天我们一间小字典 就跟大家分享 杜津科教授 感谢大家收看